期间有窃贼动起歪脑筋 花林警方获报 窃盗集团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南口 窃取安全通道内的电缆线 瞄准的还是价格高昂的红铜线 窃取总长度500多公尺 价值高达11万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 嫌犯还高速上演了警匪追逐逃逸 最后四车六个人落网 但主嫌仍然在逃 隧道内上演警匪追捕 小货车里满载偷窃来的电缆线 警方紧忙呼叫支援进行围捕 他们要往人水北口了 他们走旧路一台小货车 嫌犯投医过程中 直接冲撞安全通道的铁门 奥花馆之战的栅栏 也被共犯的车辆撞毁 不久后还是被警方追上 花莲警方获报 廉价期间有窃盗集团 跑到苏花改人水隧道南端 要窃取安全通道内的电缆线 紧闭到场时 窃贼还加速逃逸 冲撞南间点栅栏后 车辆受损 然后停在台九 台九丁线上 那警方也立即将 车上二名男子逮捕 快大警力沿路为捕 共犯四车六人落网 盛主贤48岁流行男子 汽车徒步逃逸 仍在追气当中 警方中心发现 通明高窃的一个电缆线 这个数量该有 车买公斤以上 嫌犯盯净准价格高昂的红铜线 总计偷窃长度500多公尺 价值高达11多万元 警方也不排除 这七人的窃盗集团 以大型工程为目标 后续将扩大侦办持续厘清 记者陈介 欢迎报道